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吉利公司近年来发展的可谓是顺风顺水 2月份刚收购完戴姆勒 随后便传出要继续收购捷报路虎的消息 同时吉利旗下的各类车型 在去年的全国车型销售业绩中 也是排名前几位 蒂豪、博越的这两大车型 都在市场上销售火爆 3月15号这天 吉利公司趁着开门红 发布了新款的博越车型 这款新车型的最大亮点 是增加了极客智能生态系统 作为吉利新推出的车联网平台 它拥有智能语音系统 司机可以在驾驶中通过语音选择任务功能 而不用频频低头看屏幕 极客系统涵盖了广泛的生活APP 这些平台会自动更新 这些人性化的气节 让车主有了变体的体验 在车身外观上 轻款博越得到了一些气节优化 诸如取消车身前面的钱包围设计 扩大尾部后包围 使整个车子更有立体感 车体的雾灯升级改造 和远近光一样 一致采用LED光源 细心的设计团队 将汽车的尾灯颜色 熏成了黑色 用镀刻装饰排气管 车身细节得到改善 在车身内部 吉利将中控屏按键升级为触控式 将8英寸显示屏的分辨率提高到 1280x720 屏幕画面变得更加清晰直观 并且吉利增加了 画档操作杆的档位显示 这对刚拿到驾驶证的新手 显得尤为重要 副驾驶座左边侧面 增加了一个按钮 方便后座的乘客 调整副驾驶的椅子 这个按钮又被称为老板件 很多人觉得多此一举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经过系列升级 新款博越的顶配车 只比老款车贵2000元左右 对于有着买新不买旧思想的国人 购买最新款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 新款博越 主要做的是细节处的改善 所以不必纠结 旧车性能不好 都差不多 全喜欢的款式就好